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N 頻道的時間 這一集是足球投注分析 每天我都會看馬會的羊球盤 還有外國莊監 我選了P站的羊球盤 相對的賠率去做比較 為什麼要選P站呢 因為P站的賠率是最慷慨的 相對其他海外國網站 而不是香港馬會的賠率是最不慷慨的 所以拿一個最慷慨和最不慷慨 再去比較一下 看看雙方有什麼大差異的看法 從而在那些場地去想想怎麼買飯 這是我的片段每天會做的事情 昨天有十一場賽事 馬會和P站有分歧 結果是很不理想的 結果是5比1比5的 一場是走盤 其餘是5比5的 馬會和P站是5比5的打成平手 昨天沒有一個趨勢可以反映得到的 昨天自己最後選了那場是 查萊爾對標準列治 結果相當失望 1比1 輸了半價 按住黎差異 誰知道大爾瑟經周先薪一球 最後追回1比1 都算得到新賽 輸了半價 昨天的事情回顧完 到今天 陽球盤不是很多 但未來24小時的陽球盤 都有兩場賽事的陽球盤 是有大差異的 第一個場次是俄羅斯聯賽 F.C. 夏洛夫哥羅德對艾卡馬特 第二個場次是巴西聯賽 巴埃桿天吼 紅牛對華斯高 我研究了這兩場 首先我講一下這個頻道的思考模式 譬如紅牛和華斯高這場才選 馬會大幅看好紅牛 因為外國莊家賠率 紅牛養一是給2倍 但馬會只是給1.79倍 相反 P站大幅看好華斯高 華斯高是給1.9倍的 香港馬會是給1.98倍的 所以我不斷提出的一點 如果你是覺得華斯高頂得住 受養一 不用想想 亞洲盤是香港馬會賣1.98倍的 紅牛可以數華斯高 那你就要思考一下 第一 你覺得 買不買紅牛盤 買紅牛盤是會虧的 因為外國莊家給2倍 香港馬會1.9倍 你是虧水的 看你能不能衝過 如果不能衝破 不想虧的 你有另一個想法 你就是想 既然我覺得 紅牛可以贏到盤 即是入球應該偏大 你可以想一下 入球大 做一個考慮 而不一定要買紅牛的 揚球盤 因為紅牛揚球盤 你本身已經是虧了 你可以嘗試下一個方式 既然你看到紅牛 贏盤 就算和至少入一球 你贏盤至少入兩球 假設華斯高不能入球 所以你覺得紅牛贏盤 你可以考慮 入球大 這個想法 不過今天我推介 我想想一下 我介紹一下洛夫 夏洛夫哥羅福 對艾卡馬特 這場賽事 我研究了很久 我發現兩隊的入球能力 都是偏低 所以平手盤 兩隊我沒有什麼感覺 哪隊會贏輸 或者打和 但是兩隊的入球能力 都是偏低 所以這場我會買入球小 我現在看看入球小的情況 馬會還沒開盤 現在正在休息 不是還沒開盤 而是還沒開系統 但是我會選擇買入球小 我會選擇買入球小 我買了2.5入球小 1.64倍試一試 今天我自己會投注的 FB4277這一場 我會買了全場2.5入球小 1.64倍試一試 看看如何 多謝大家 今天收睇一段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給我讚好 和分享這段影片 給朋友觀看 如果大家對以上的分析 還沒見到 在頻道留言 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 都可以留言 留言 我都很高興 大家多留點 我回覆多點 YouTube就會知道 可以分享這段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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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更多YouTube 還沒看到 令到Visual Sound Signature 令到非常未爆 廣告收入再增加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希望大家來到YouTube頻道 Net Chan 看看 Net Chan 看看 先看看 我突然拉不到出來 Net Chan 按訂閱 免費訂閱 還有按鬧鐘 按全部 但是我所有的影片 你也是一個 環遊 通知 或者Notification 第一線就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Bye Bye 下集再見